今年三月份 我们新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和新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 前往新疆进行调研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 恰好发生了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 无限期的暂停新疆棉花认证 以及HM耐克等 抵制新疆棉花事件 当看到这一系列的报道 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作为一个人权研究机构 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 进行一次实地调研 通过对新疆棉花采摘 暂时情况的这样一个探访 让国际社会更好地去了解新疆 并形成了调研报告 这次新疆调研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喀什约普湖县 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棉花春工工作 新疆棉花机构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不仅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降低 而且给新疆各族老百姓 带来了实在的效益 两位当地的重棉大户 告诉我们 他们主要是有离地机 播种机 爬地机 附膜 回收机 以及相关的无人机设备等 让我比较震撼 震惊的是 当地的离地机 都装载了北斗系统 实现了智能化 基本不需要人工操作 比较大的地块 基本都实现了棉花机械化种植 多位重棉大户告诉我们 棉花机构化生产 极大降低了棉花生产的成本 特别是棉花的采摘成本 在原来到采棉季节 需要100人到200人的一个采摘的人数 现在只需要10个人到20人 其实关于当地人工采棉的形式 主要有一下三种 第一种就是说 跨地区专制采棉 第二种是本地区专制采棉 第三种是建制采棉 那么跨地区专制采棉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由于棉花成熟时间不同 日照时间 雨水时间不一样 所以它会有 不同地区的人 去不同地区采棉 本地区专制采棉是指 就是说 村落里 有很多人他们在采棉季节 会专职去采棉 坚持采棉的话很简单 就是说 很多在工厂里的人 他们在采棉季节 会去 会去坚持地去采棉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然后到了一个棉纺制工厂 然后那个棉纺制工厂的管理人员 就告诉我们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就是前几年 每到9月 10月 11月 采棉季节的时候 这个工厂就会停工 为什么会停工呢 因为所有的工人都会请假去采棉 因为采棉的收入非常高 所以说 每到采棉的季节 所有工人都会请假去采棉 工厂就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但是这两年好了 因为推行机械化嘛 推行机械 大面积的推行机械化之后呢 需要的人力就稍微要少一点了 那么9月 10月 11月 工厂还是基本上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运作 但是依然会有很多人去采棉 因为采棉的这个收入比他们的平常的这个工资收入要高很多 工厂为了留住这些工人能够让他们有这个文杠率 甚至呢就创造出来了各种福利 包括全年全勤奖 实际上 这几个月来采棉的这些工人 他们的整个收入情况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们非常有意愿去采棉 可能就采三个月的棉 可以解决他们一年的这个生计问题 关于收入情况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喀什和阿克苏 整个过程走下来 发现了一个很 就是比较显著的特点 我们在这个野克先巴拜巴扎镇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提及公司的时候 有一个面诺给了我们一个账本 那么账本上记载的很清楚 这个人这天整个采了多少棉花 写的很清楚的 然后即使他整个采棉 其实采了五到六天 也有相关的记录 同时你这个棉花 你这个最后工资领了之后呢 你还会有相关的指印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大概有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这个棉农 他在整个采棉季节一共工作了35天 但实际上他全职工作了只有七八天 其余时间都是兼职去工作的 就这样整个采棉季下来 他大概赚了有七千多元 另外一个采棉农呢 他是全职 他是整个工作了42天 那么全职工作了是25天 兼职工作了17天 整个采棉季下来 他赚了有1万多元 当然也有那种全部是兼职的 他们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他整个这个采棉季节一共工作了8天 然后采了333公斤的棉花 那么实际上他的收入呢只有几百元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采棉花 当地一位40多岁的中棉大户告诉我们 自从种植棉花以来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在县城给父亲购买一套房屋 家里也添置了三辆汽车 三辆拖拉机 两辆装载机 而且每辆的拖拉机价值几十万 他告诉我 他现在目前年收入一百多万 这给我很大的震惊 也让我感到很新奇 有一对违汉的采棉兄弟 他们跟我说的是 他们生活的意义来自于采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第一桶金就是采棉给他们的 自采棉之后呢 他们现在就是通过逐渐的 去当这个棉田经纪人 然后去管理棉田 到现在他们已经承包了 两千多多棉花田 然后现在他们的生活很附属 以前的话 他从来没想过会有今天 然后特别是在访谈中 他到情绪激动的时候 他们经常跟我们说 什么强迫劳动 完全是没有的 西方人就是想搞坏我们的生活 不想让我们新疆好好发展 我们的调研发现 西方社会对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指责 缺乏事实依据 在我们的调研中 没有发现任何的强迫劳动的痕迹 我们认为 要做好一个学术研究 首先需要的是真实与真诚 应当秉着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 脚踏实地的去收集证据 而不能够为了所谓的学术创新 在没有任何实地调研的情况下 通过恶意地去编造一些证据 来进行学术创作